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492集 百步之战 白小春一行人还没等到达城城 突然的远远看去 在那城城外 此刻竟有一大片赤色的云雾 以席卷八方之势正翻滚呼啸而来 在那血色的云雾内 赫然存在了无数的冤魂 这些冤魂与寻常之魂不大一样 都是血色不说 更有无穷的戾气在内 随着临近 竟彼此凝聚在一起 居然形成一个巨大的头颅 这头颅足有三千多丈 有着极长的头发 从面孔去看似是一个女子 双目内露出阴冷之芒 更是从这头颅上散发出 仿佛要撼动着整个天地的气势 在这头颅的头顶 于那雾气的翻滚中 隐隐的似站着一个曼妙的身影 只是有些模糊 看不清晰 可在这女子身上却有一股 似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灰红气势 庞博碾牙却又四一眼疯狂 这一幕幕让人是触目的惊喜 陈赫谦 那头颅上的女子穿着一身赤色的长袍 此刻猛的抬头喘出尖利的声音 这声音不大 可却极为的诡异 回荡四方时 无视长城阵法 竟传入到了长城内 使得所有听到之人 在听到这句话的瞬间 脑海都轰的一声 仿佛置身血海幻境 五大军团所有修士 包括这长城内的几乎所有人 都不由的残叫起来 白小纯深周的上百麾下 也都全部身体矩阵 一个个蹊跷流血 残叫不断 白小纯同样是全身震动 只觉得仿佛有两把匕首 顺着耳朵穿透入脑 并狠狠的搅动 好在他的金丹内 在这一顺散出了一丝天道气息 这才化解了一些 天人 白小纯倒吸了口气 从这主城内的高塔巨墓中 突然的有一道强光 刹那间直接爆发开来 此刻虽不是黑夜 可这长城内外 天空灰蒙蒙一片 大地上奔腾号角之声 此起彼伏 使得整个天地看起来 也都阴暗了不少 如此一来 随着高塔巨墓内 光芒的璀璨次目 树文杰似乎就将这天地映照的都明亮了不少 远远看去 那巨墓如同化作了一轮惊天动地的太阳 光芒所散之地 长城内的修饰 一个个立刻恢复如常 耳边那似乎可以碎裂心神的声音 被驱除在外 红尘老魔 修得猖狂 与此同时 一个苍老的身影 木然间从那巨墓内闪现 速度之快 刹那就出现在长城上 随着他脚步落下 似乎整个长城都出现了重叠的虚影 直至他一步走出 直奔翻滚而来的血云后 长城才恢复如常 那是一个老者 正是陈远山的父亲 赵天教的师父 陈鹤天 他穿着白色长袍 眉心上有第三只眼 随着走出 与那女子一样的 仿佛与天地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也爆发出来 轰鸣节 似乎有两股惊人的意志 在夺取对这片天地的控制 眨眼界 陈鹤天就踏入到了血云内 身影虽消失 可阵阵昏鸣之声 惊天动地 而那片血雾 也在苍穹上翻滚 更为的距离 白小船 看着这一幕幕 再次倒吸口气 那女子 显然正是这一次 蛮荒内的天然 与陈鹤天之间的厮杀 绝非寻常修士 可以参与进去 很快的 随着白小船四周 赵龙等人恢复过来 随着众人来到了长城上 顿时他们的耳边就听到了来自长城外 那震动苍穹的厮杀之声 上百部落 超过七十万的蛮荒土著 形成的声势之大 使得白小船耳朵都在刺痛 仿佛置身无尽天雷之内 看去是 他更是眼珠子 差点掉了下来 头皮猛的一炸 只见长城外 冤魂之多 无边无际 在那些冤魂内存在了大量的蛮黄土著巨人 这些巨人之多 数不清晰 圆圆一看 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仿佛无穷无尽一样 明显的 是这数不清的头出巨人 似划分出了上百个不同的部落 此刻 正驱赶着一头头巨兽 向着长城这里 发起冲击 大地 都在距离的颤抖 整个长城 似都要摇摇欲坠 而这仅仅是大地 天空上 还有更多的巨人与冤魂横扫一切 正厮杀而来 而最显眼的 则是至少有数千的混羞 这些混羞 无论男女 毫无例外 样子都很是俊美 神色冰冷 他们的出手 明显有犀利态度 存在于土著之中 彼此分散开来 自可以操控那些土著 而在远处 还有一个 更为踪高的 被不少魂修守护的 烈魂师 这些烈魂师 大都穿着身色的长袍 每一个挥手间 都可以让八方撼动 无数冤魂随之嘶吼 不顾一切的发起冲击 在更远处 有五个巨大的黑色祭坛 漂浮在天地间 散出黑色的光柱 冲入云霄内 形成一个五角形 私在打开某种封印 可以模糊的看到 五角形范围内的苍穹 似乎正在碎里 顺着那些裂缝 有一只只鬼手 正不断的伸出 兴奋的发出咆哮 似要从内挣脱出来 而在那五角形的裂缝下方 则盘膝坐着一个 穿着黑袍的老者 这老者口中似念动经文 随着经文的念处 那五角形的裂缝 嘴开更多 而这些 仅仅是白小春目光能看到的 在远处目光看不到的地方 诸如这样的大军 豪荡无边 白小春呼吸急促起来 看着外面那磅礴的大军 他觉得 这一长城似乎要支撑不住 可私下打量时却发现 五大军团的修饰 虽一个个面色变化 可却并没有明显的恐惧 似只是觉得这一次规模不小而已 很快的 长城的光幕在那不断的波动下 猛然间璀璨起来 开始向外扩张 而五大军团的修饰 也在这一刻分成了数匹 一个个呼吓而出 白小春也接到了来自千夫长的命令 安排下去后 他身边的赵龙等人一个个全副武装 也都杀了出去 随着光幕向外推动 不多时 双方就短兵相接起来 无论是天空还是地上 厮杀之声 震耳欲聋 轰鸣不断 对付那些土著巨人还好一些 这些巨人数量虽不少 可毕竟有数 只是他们寺中那些冤魂太多 又喊不畏死 这才是以往白小春没有来到长城市 最让众人头痛的 可现在 双方几乎在接触的刹那 立刻五大军团的修饰 竟有不少 从除袋内拿出了一粒巨魂丹 毫不犹豫的 向外狠狠的一扔 白小春看到这一幕 短时睁大了眼 他的耳边立刻就传来巨魂丹爆开的声音 方言看去 在双方接触的区域内 随着巨魂丹的一枚枚扔出 随着不断的爆开 那些冤魂全部齐力中被猛的凝聚在一起 又崩溃爆开 形成冲击 不但是冤魂受到了灭绝般的影响 就连那些土著巨人 也都在这冲击下 鲜血喷出一个个倒退开来 一枚巨魂丹之力就已不小了 而如今至少有上千巨魂丹 同时炸开 立刻就让蛮荒那里出现了剧烈的震动 借助着震动 五大军团立刻上前厮杀 数匹轮缓前行 真是惊人 更有数千五大军团内的精锐修士 一个个呼啸而出 他们的目标正是那些魂修 彼此一旦遇到就是生死之斗 整个战场 厮杀惊天 远远一看似很是混乱 可实际上明显的 长城这里占据了一定的优势 这优势来自于震法光幕 也来自于巨魂丹的奇效 震法光幕向外扩张 缓缓的移动 其内五大军团修士 紧紧跟随光幕 所过之处 蛮荒土著只能后退 若不后退 无论是震法之力 还是五大军团的出手 立刻就会形神俱灭 尤其是五大军团的修士 并非全部时间都在光幕内 而是进退之间很有规律 又因树坯不断轮换 顿时杀伤理之大 望之惊心淡寒 大地如此 天空上一样这般 更有主城内的高塔巨墓 往往光芒一闪下 就有一道巨大的光柱呼啸而来 要么击杀一个巨人 要么就是横扫遗数冤魂 在地面上形成沟壑 在天空上形成波纹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